大家好,爱吃鱼的小毛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韩网又陷入了顶流迷信A某的大推测中 日前还没报道了一起税收罚款案例,牵涉到了娱乐圈 这位顶流迷信A某借制装费的由头逃税被追缴上亿韩币的罚款 韩国事务部门判定A某花费在衣服上的费用 并非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满足私欲 作为韩语圈顶流的A某是各大高奢品牌的活动常客 他本人也经常在个人IG上公开穿戴各种高价服装、珠宝等奢华的生活 2019年5月,A某为拍摄花报花费了三千余万,购买了服装 但信用卡付款的地方却是某手表商店 SVS电视台独家揭露了相关事情 并透露,国税厅认为A某申报的服装费用中有超过90% 约3亿韩币,都是和工作毫不相关的个人支出 因此,国税厅向他追缴上亿的税金 A某辩解自己因是广告代言人 即使没有官方活动,但考虑到需要维持大众形象 这些高价服装是必需品,是固定的制装费 然而国税厅并未接受这一说法 最后,A某不得不缴纳了罚款 因为SBS电视台公开了A某的剪影 很快就有网友猜出,A某是张东倩的妻子 女演员高小英 不少网友留言评论,他算什么顶流都过气了吧 现在二十三世代谁认识他呀 有媒体提到A某在光复节去日本旅行 我就知道是高小英了 所以说越有钱的人越抠门 连自己的花销都要算在公费里 难怪我这么讨厌他们夫妻俩 他有什么代表作,还顶流呢 原来是这对夫妻一点都不奇怪等等 从媒体曝光的打码照片来看 与高小英社交账号基本相同 特别是最近他所分享拍摄时的现场画面 都以绿幕为背景 而且高小英与张东倩与2010年结婚 时间线同样对上还没得报到 张东倩与高小英与2010年结婚 两人相恋多年终于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网友们纷纷为其送上祝福 婚后不久 高小英为张东倩生下一子 取名张俊明 当下已满13岁 时隔四年 高小英再度担下一女 一家四口幸福且美满 高小英私下比较喜欢晒娃 特别是女儿 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中分享母女俩 外出游玩的画面 以此记录孩子们的成长 小姑娘也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 其身材高挑 五官漂亮 尽管高小英处于对女儿的保护 没有公开她的正面照 但根据侧面来看 小姑娘确实是一位美女 一头飘移黑发 特别强劲 在高小英的教育下 女儿甜美 文静 超有气质 个人穿搭紧跟潮流 很时尚 高小英确实经常受邀 出席各类品牌活动 同台出席的艺人 也均是一线大牌 如朴彩英 赵英成 黎敏浩等 商务资源好到爆 私底下 高小英也有购买奢牌的爱好 经常被网友偶遇 张冬健算是最早一批 前来国内发展的韩国演员 凭借帅气硬朗的形象 被导演陈凯歌启用 与张博之 谢霆锋等人合作电影 无极 该片上映后 观众给出的评价两极分化 但不影响张冬健 在国内圈粉 知名度很高 不过自从朱振模 短信事件被曝光后 张冬健在韩国的印象 就瞬间坍塌 朱振模曾向其介绍美女 因此发生不当关系 该事件对两位当事人 打击超大的 朱振模至今还没公开露面 而张冬健在沉寂三年后 于2022年8月中旬 首度与高小英合体出席活动 算正式付出娱乐圈 张冬健因丑闻缠身 风评恶化 高小英因不离不弃 获韩国网友称赞 而如今 他自己也因涉嫌偷税 漏税而被扒 夫妻俩身上 可算是都有污点了 高小英 原名高素荣 1972年10月6日 出生于韩国首尔 韩国女演员 1992年 凭借电视剧 明天的爱情出道 1993年 推出电视剧 妈妈的海 1998年 推出爱情剧情片 练风练歌 2000年 获得白香艺术奖 电影部门 最受欢迎女演员 2001年 主要爱情剧情片 一日情深 获得第38届 大中奖 最佳女主角 2002年 出演动作惊悚片 双重间谍 2006年 主演恐怖片 公寓 2007年 主演喜剧片 姐姐走了 和爱情剧情片 蓝鱼 2013年2月 创立个人服饰品牌 Coso Young 比设计师 创意总监等身份 在时尚界进行活动 1999年 与张东健一拍摄定 练风练歌相识 后发展为情侣 2010年5月2日 与张东健结婚 10月4日 张子张俊赫出生 2010年11月1日 张东健为儿子 具名为张明俊 这个名字 有秋天出生的孩子的含义 2014年2月25日 顺利产下一名女婴 对于韩国顶级男性张东健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非常了解了 在之前 他和宋仲基 还作了韩剧 阿斯达年代记 在当时 也在中国 引起过讨论 在国内 他还算是初代寒流了 曾经红遍全亚洲 但是最近 听到不少 关于他已经过气的传言 说实话 这并非是空穴来风 其实在最近几年 他的人气 热度都下滑得非常厉害 专案的作品 都不尽如人意 也难免会出现这种传闻 自从2010年之后 他除了2012年的 绅士的品格 成绩还不错之外 其余作品 都难逃铺间的命运 但是因为之前的作品积累 还有曾经的国民度 作为保障 他的演艺圈地位 依然很稳固 到现在 还有不错的影视作品 出演邀请 之前 某网站统计 他到现在为止的作品 已经11连扑了 如果是放到国内 或者是美国 应该早已查无此人了 但是 他到现在地位依然稳固 在韩国演艺圈 还是很厉害的 张农健出生于1972年 在20岁时进入演艺圈 其实在出道之前 他经历过三次的高考落榜 还是母亲瞒着他 寄了申请表 给当时的MBC电视台 他才有了出道的机会 在之后 出演了几部影视剧之后 他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特别是1994年的韩剧 《青出于蓝》 让他在韩国一炮而红 在当时颇受欢迎 而之后 因为他是名人的原因 在当时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于是他开始 一边上学 一边演戏的日子 但令人可惜的是 在大三的时候 因为演艺工作非常繁忙 他不得不向学校 提出退学申请 但令人欣慰的是 不久他就凭借 《一家兄弟》和《天桥风云》 这两部戏爆红 成为当时 韩国家喻户晓的国民演员 2000年播出的韩剧 《爱上女主播》 让他在亚洲 享有颇高的知名度 再加上后面电影 《朋友》和《太极旗飘扬》的上映 让他的人气与地位 达到顶峰 上面提到的作品 在韩国 可以称之为是国民级别的作品了 所以即使近十多年 大多数作品都不接 也对他影响不大 他还曾经拍过中国影片 《无级》和《微信关系》 合作的也都是像 陈凯歌 张子怡和谢霆锋 这样的重量级电影人 可见 他自亚洲的地位 依然非常高 对于张东建的影视作品 接连失败的原因 印内人士 曾经对其进行过讨论 很多人都表示 他光选大制作出演 对剧本的挑选不谨慎 这成为他平凡作品 惨败的很大因素 还有就是 他选择的角色 过于类型化了 观众们看多了也会腻 选择角色时 应该更大胆一些 就在作品成绩 不尽入人意之时 张东建的爱情 却有了归属 他于2007年 与韩国女星 高小影相恋 两人是在1999年 合作电影 《练风练歌》时 相识的 但当时两人有达以上 恋人未满 因为他的身边 已经有了一个青梅竹马 十年的完美恋人 莲金雅 张东建与莲金雅 因天降风云这部剧定情 这段长达十年的恋情 因为张东建与 高小英的恋情绯闻 而受到冲击 因为受到各种媒体 信息的轰炸 莲金雅最终忍无可忍 一时冲动 提出了分手 而张东建 因为分手的原因 消沉了一段时间 在那段时间 高小英也给了他不少安慰 在2007年的一次美国星 他与高小英相遇 之后两人确认了恋情 最终在2010年5月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还育有一子一女 一家四口 生活得非常幸福美满 现在已经47岁的张东建 算人气与号召力大不如前 但是因为他是第一代韩流 所以亚洲个体的粉丝 对他都有一种滤镜 毕竟他曾经还是 很多女性粉丝心目中的男神 虽然韩国男星 更新换代很快 但是有作品 有实力的演员 地位依然稳固 虽然很长的一段时间 作品表现不佳 但是有很大可能 下一部作品 叫好叫做 他就翻身了 这就是有经典 大包作品演员的好处 希望他能有翻身的机会吧